杜振盛指刷母亲卡 一晚花四万上酒店 教育部前部长杜振盛在任时风波不断 现年三十岁的儿子杜明仪也是争议年年 杜明仪四年前被拍到带妹担用闲置的教育部长官社 三年前单宾时又被拍到在私人俱乐部庆功狂欢 适合不到八个月 他从酒店带妹出来的画面又登上媒体 这次他用妈妈的信用卡上酒店消费 又成为新闻话题 去年十二月杜明仪妈妈借货银行通知 指信用卡招人盗刷 他报案后才发现刷卡仍是自己的儿子 杜明仪告诉检方 他当往在酒店续汤喝帮 刷两刷酒钱时 勿扰母亲的信用卡 共刷了三万八千八百五十九元 检察官侦查后认为杜明仪已缴亲卡款 母亲也澄清曾授权儿子使用信用卡 而且杜明仪刷卡是签自己的名字 没有刻意伪造文书之前 因此昨天处犯不起诉 动新闻台北报导